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OK,我们第三个任务 今天第三个任务是要讲一讲度这个词 我们发现其实我列出来了一些句子 我们差不多在学了这么长时间的法语以后呢 遇到了很多dou 这还有一个marché d'ourore 我写出来 你现在先看一下这几个句子 C'est doux Dou les jours Voilà Nous sommes doutes Nous sommes doutes 对 这是什么 Chinoise Chinoise, très bien Marché d'ourore Dourore, très bien, parfait 好 咱们先说下边这个marché d'ourore 是我们早就学过了一个是不是 您就一直直走 Dou表示的是一种程度 一直直走 完全的全部的一直的走 它这是副词吗 它是一个副词 Marché d'ourore 一直走,dourore是一个形容词 杜修是它完全的直走 一直的直走 那我们再看dou les jours 和这个dou呢 dou les jours 每一天 这个dou应该是什么 Exactement 是个形容词 全部的 每一天的 Ok 那你再看这呢 这句话是怎么用的呢 比如说 Dou 你买东西 就说还要吗 还要吗 你买东西是不是 你买东西 我说 这裙子52 C'est du 就是你全要吗 就是这些吗 还要别的吗 C'est ça C'est ça 就是这些 C'est ça 就是这些 C'est du 这个Dou是一个代词 他只带的是所有全部 Ok 他只带是一个所有全部 还有这句话 Nousam dout Chinoise 我们是中国人 我们 我们是中国人 我们 全部的我们 都是中国人 Nousam dout Nousam dout 所有的 都是Chinoise 那这个dou是什么 这里面的dou是什么意思 它是一个代词 代表全部的人 这个dou做的是nou的同位语 Nousam dout Chinoise 我们所有人都是Chinoise 所以是dou它有不同的词性 你现在只要记住 有这些说法就好了 C'est du 这就是全部吗 Dou les jours 每一天 Nousam dout Chinoise Marché Dou l'or 你记住这四个exemples 系四个例子 就对Dou的学习就很容易了 OK OK 特别 下面的时间呢 我想给大家讲一讲 Dou 这个词的用法 Dou这个词呢 我们之前也学过了 对吧 比如我们最开始听到Dou 是Tou les jours 刚刚我们有说过了 Dou de la matinée 一整个早晨 Dou les jours Dou呢 这个词 首先 它可以当成一个形容词讲 在这里面 Dou Dou 就是形容词 OK 它最原来的形式呢 是Dou Dé Elephant 当它变成复数的时候 把D去掉变成S Dou les jours 当它变成 因性单数的时候 把Dou后面加一个 Dou 对发音Dou Dou de la matinée OK 那如果说它是一个阴性的 复数的时候呢 要写作Dou de 加E S Dou de les filles 所有的女孩 你看到它当形容词的时候 可以当每一个脚 可以当一整个脚 还可以当所有去讲 那这个就是Dou de 在做 形容词的时候 它得先用法 它一共有四种形式 发音是Dou Do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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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 Dout 注意这块 这个Dou 它的发音是Dou S S S 不发音 Dou 除了当 形容词讲 它还可以当什么讲呢 它还可以当代词 Dou还可以当代词 Dou还可以当代词 代表的是一切 饭指 它是一个饭指的代词 Dou Dou 一切都好吗 OK 那它的复数形式呢 比如说 好 Ils Ils sowie ire Они 都是 Boe A training A Oh Poe A E E A E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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代詞,代誰呢,bole et alicia douce,注意這塊這個dou,當它是一個代詞的時候 它這塊的douce要發音 這個s要發音douce,但是這裡面的dou les jours 這個dou,s不發音,因為它是一個形容詞 這裡面要發音是因為它是一個代詞 OK,ils sont partie douce,bole et alicia OK,代詞的話有一種形式,dou va bien,都好嗎 第二種呢,複數 OK,ils sont partie douce,bole et alicia 第三種形式 Elle,elles sont partie douce, douce,bole et alicia 比如吳娜,ealicia OK,douce,這塊為什麼是douce呢,因為它帶的是兩個女孩 所以是陰性的複數,這個發音是douce,注意嗎,跟這個形式是一樣的douce,所以說當dou,變成一個代詞的時候, 它一共有三種形式,陰性,陽性和陰性都用dou,它是一個泛指,dou va bien,dou好嗎,它還可以是做一個陽性複數的代詞 ils sont partie douce,bole et alicia 他們兩個,這裡面只要有一個男的,就要用到douce,就要用到陽性複數,douce,陽性複數做代詞,alisson partie douce,陰性複數做代詞,una et alicia 所以說dou呢,可以做形容詞也可以做代詞,但我在裡面還想給信有餘力的同學多講一點,dou還可以做什麼呢,其實我們都學過,dou可以做副詞 我們在應該是第十課左右的時候,學了一個, ..." Continuer tout droit Continuer tout droit 它表示它是一直 一直 直走 都 都 droit 它是一個 adverbe 修飾的是 直 直走 都 droit Compré? 好 这个就是 都 这个词 我们经常会遇到 现在我们终于知道它 在语法里是什么含义了 都 主要可以做形容词 Tous les jours 每一天 Toute la matinée 一整个早晨 Toute les filles 所有的女孩 Do va bien 饭纸带词 阴阳同行 都好吗 Elles sont parties Tous 带词 带阳性负数 Elles sont parties toute 带阴性负数 OK 特别注意一点 当带词的时候 阳性负数 tous Elles va bien 当时 语文字的时候 tout les jours tout es 不 va bien Compré?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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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